偶像团体唱跳歌手的舞台都是需要大量舞蹈和唱歌同步的 因此有许多公司会选择让艺人对嘴 有的是半开麦,有的完全不开麦 就像SM李秀曼曾说,对嘴假唱是一种流派 甚至他觉得爱豆根本就不是歌手,只是表演者 所以爱豆只要舞蹈跳得好,能提供好的舞台效果就可以了 对此也引发了不少争议 而近日,艾弗丽自在与粉丝聊天中无疑表示了 其实爱豆是可以决定自己在舞台上开不开麦的 他表示,当自己状态不好的时候,就想着不开麦了 但想到粉丝想听自己的声音,就有选择开麦 对此,网友留言表示道,其实爱豆的开麦率还是很高的 当然,嗓子状态不好,闭上一次两次的也完全难够理解 还有人认为,如果这样的话,那就看爱豆们愿不愿意付出了 像一级,NMAX,甚至更年轻的组合,能够将唱跳坚固做好 有些比他们更火的组合,为什么有时候做不到呢? 唱歌比不过歌手,跳舞又比不过舞者 不要找不必要的理由 对此,大家怎么看待呢?欢迎留言 爱豆韩语社,白儿姐说这些韩语 欢迎给你赞和订阅哦